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旦哪方发生任何变故 比方说他一下子昏迷了 或者去世了 或者失踪了 家庭变故了 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所以都要做得清清楚楚才好 举个例子 一些合伙人呢 有的时候让我代为保管资金 出于对我的信任 或者不好意思开口 很多人并不要求我出去收据 而我每次都会主动提供收据 一是表现我的诚信 二是避满了以后 可能发生的麻烦 而且合伙人信任我 并不等于他的家庭 比如配偶 亲人信任我 不要给人家家庭造成矛盾 这毕竟是空口无凭啊 第二现金生意 如果生意不大 并且可能的话 最好短期结算 就几个合伙人之间短期结算 尽管有些浪费时间 但是会避免很多麻烦事 有些现金账当时说的明白 过些日子既出现了偏差 就不好办了 比如说 有一个合伙人说 你这个现金里边说 我拿出来2150 好好好 其他人说 好你拿走吧 过了一段子算的时候 可能有的人就继承了 2500了 那么谁的记忆力是准确的 这就不好说了 所以说最好把 一些现金账啊什么 无论如何都要记下来 当然我说的是小生意了 是没有当时没有会计 没有出大的情况 再有第三个呢 就是我觉得规矩要事先定好 我记得多少年以前 刚开始做生意 买了一辆公司的车 当时呢我们就规定好了 一般私人的事情呢 也可以用公司的车 汽油的公司报销 因为有的时候 你倒是工的 或者是私的 只要是不是特别大的事 那都大家就用吧 都没关系了 不必专门还要去开自己的车 而且呢 汽油报销 修理费公司报销 但是呢规定了 由于个人食物产生的费用 则由当事人承担 例如 你伪装停车了 吃了罚单 或者是开着 在超速了 或者是你的这个 stop扇没有停 这种情况下 是你个人食物 即使是公务 也由当事人承担 这个费用 这样规定就不会产生 纠纷 所以类似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 当时也做了很多的规定 已经做出来了 那么好 咱们就按规定做吧 如果你不把这些规定 写出来 而是按照怎么想就怎么做 没关系 这都是哥们 都是朋友 以后早晚要出一些事情 好 今天就是我的 对于合伙人 算账方面的一些想法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